女人趁丈夫熟睡,每晚都会偷偷去约会,为了不被丈夫发现,她都会让闺蜜帮忙睡在老公身边,可下一秒,男人直接抱住闺蜜,我的妈呀,闺蜜下得赶紧躲进被窝里,幸运的是,丈夫并没有发现异常,安娜这才退到一边,拿出晚上约会穿的战袍,闺蜜觉得非常棒,虽然安娜说会早点回来,可闺蜜还是无比紧张,很快安娜来到约会地点,此时小鲜肉已经等不及了,女人坐上她的小摩托,很快,俩人就消失在夜色中, 直到第二天凌晨,安娜才不情愿地回到家中,而闺蜜一夜未眠,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安娜递给闺蜜一打钞票,算是对她的报答,就在他们要换回来时,谁知意外发生了,丈夫的手机闹铃响起,这下完蛋了,安娜连忙躺在地上不敢动,闺蜜也躲进被窝里,随后男人关闭闹钟,转身就搂住了安娜 眼见事情要败露,危急时刻,安娜也回复早安 安娜只能借口,自己还没刷牙,好在男人迷迷糊糊中,并没有听出不对劲,闺蜜也不敢乱动 这样下去,迟早要被男人发现,女人灵机一动,用闺蜜手机给老公拨去电话 手机铃声再次把男人吵醒,趁着男人去接电话的功夫,俩人顶着被子逃出卧室 快速来到厕所所上门,本以为能躲过一劫 没办法女人再次披上棉被,对老公撒娇地说道 自己还没有刷牙,即使丈夫不介意,可女人还是拒绝并关上缸门 虽然这次暂时蒙混过关,但下次不一定那么幸运 闺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劝安娜马上收手,不要再出去鬼混 这样对她的丈夫不公平,可安娜仍然执迷不悟,闺蜜健壮,不想再继续配合 却被安娜拦住,她请求闺蜜再帮她最后一晚 善良的闺蜜没办法,只能答应安娜的请求 却没想到因此彻底改变她的命运 第二天晚上,闺蜜意外睡了过去 而陈豪发现,妻子的头发怎么变了颜色 吓得她立马坐了起来,想扯开被子看个清楚 结果身边睡得竟是个陌生人 那你在我们床上干嘛,我老婆哪去了 闺蜜谎称,安娜一个人出去了 此时男人彻底猛了,我老婆出去为什么不带我呢 闺蜜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时突然传来异想 原来是安娜把小鲜肉领家里来了 陈豪闻生立马出来查看,看到自己被绿了 陈豪不禁愤怒地质问,可安娜却非常淡定 还问她为什么不睡觉 这时小鲜肉看不下去了 觉得他们家的关系太乱,竟然直接退出了这场游戏 原来小鲜肉跟她只是玩玩 此时女人彻底认清现实,恳求丈夫能够原谅她一次 但陈豪态度十分坚决,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女人也只能灰溜溜地离开这里,最后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没见过这么黑心的房东大妈 老人本以为把房子过户给大妈,就可以安享晚年 没成想大妈得到房子后,翻脸比翻书还快 为了让老人交房租,大冬天她拔掉电暖器 紧接着又打开窗户,老人苦苦哀求 称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大妈却理直气壮说,你这么大年纪还赖房租 就是个老无赖,老人非常委屈 解释当初是以防养老,才把房子过户给大妈 现在怎么还要房租,可黑心大妈根本不认账 说这是自己的房子,收你的房租天经地义 老人气得差点犯心脏病,更过分的是她掀掉被子 还气汹汹地说 说着转身将桌上供品打翻在地,临走还威胁老人 如果月底再不交房租,就直接把她扔出去 第二天,大妈又摔掉她的小乌龟 女人心疼坏了,大妈还找人换门锁 女人十分委屈,指责大妈凭什么要换锁 称自己跟中介签了合同交过房租 大妈却死不认账,说自己从没见过合同 没收到房租,就必须换锁 女人解释已经把房租给了中介,并且苦苦哀求 大妈却让她找中介,跟我说不着我只认钱 女人气得直接拿出打火机 说要赶她出去,就把房子点了 大妈见状,立马抢下打火机 让女人赶紧滚出去 女人绝望地跪在地上 大妈却得意转身离开 回到家里,大妈拿出房产证 可打开一看,瞬间愣住了 发现房产证一片空白 于是拿起房产证挨个查看 竟然全部都是空白 大妈不相信眼前的一切 反复地翻开查看 此时却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 看着看着,发现房子不见了 四周变成一片废墟 大妈瞬间慌了 这时大妈突然发现一只小乌龟 就当她伸手时 你们觉得大妈是不是最有应得呢 珍珠奶茶里真有珍珠 大妈喝了一口奶茶 珍珠差点把牙齿给崩掉 她做梦也没想过 珍珠奶茶里真的有珍珠 女人以为自己发财了 赶紧打电话给儿子 正好儿子着急用钱 于是女人带着黑珍珠 来到有名的珠宝店 没想到经过老板鉴定 还真的是珍珠 据说把她穿成项链 随身佩戴能够变得越来越年轻 老板给她是戴 却别女人直接拒绝了 不管老板说得多漂亮 虽然她有些动心还是不相信 但回到家后 看到沧桑的脸蛋 女人想起老板的话 还是好奇地戴上黑珍珠项链 没想到下一秒 原本50岁的大妈 竟然变成18岁的模样 难道传说是真的 大妈想为自己活一次 于是收拾好行李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却没想到噩梦才刚开始 就当她沉浸在喜悦当中 却不小心撞到一个小伙 吓得大妈不知如何是好 小伙却喊她小姑娘 大妈瞬间有了初恋的感觉 小伙提起皮箱 来到附近的酒店 大妈起身想走 因为珠宝店老板说过 一旦过了午夜12点 就必须摘掉项链 否则就会变得更老更丑 女人虽然十分的焦虑 但好不容易得来的爱情 她不想错过 谁知女人再次醒来 发现男人和项链都不见了 而她也变成了年轻的老太婆 原来小伙是个骗子 女人赶来想抢回项链 却被小伙推倒在地 此时的大妈彻底崩溃 她赶紧来到当初的奶茶店 还想买一杯有珍珠的珍珠奶茶 让她没想到的是 老板也是个大骗子 谢谢 帮我养出了一颗颗 捷白武侠的珍珠 所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珍珠 不珍珠奶茶的 什么珍珠 大妈在超市抓起水果就吃 老板见状提醒大妈还没给钱 大妈却蛮横不讲理 我查一个什么了 一点都不甜 还给我钱 老板指责大妈以老卖老 大妈瞬间装病 哎呀 我的心子 老板彻底拿大妈没办法 大妈却得意的吃着水果 结账时大妈插队 小伙提醒她要排队 趁你家队了 你妈没叫你这么来 小伙一听 瞬间不乐意了 大妈毫不示弱 你动一个试试 小伙一脸无奈 大妈仍不依不饶 地铁上看见女孩不让座 于是就开始骂骂咧咧 紧接着将女孩推倒在地 女孩却是个盲人 旁边的小伙指责大妈 欺负盲人 你还有没有人性 周围的人也跟着指指点点 小伙一边扫垃圾一边吐槽 大妈听见立马火冒三丈 回家的路上看见小孩在玩球 她偷偷伸出左脚 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大妈 在超市门口捡到手机 女孩急忙赶过来认领 大妈却狮子大开口 要女孩两千块钱 女孩说当毕业没有钱 大妈一听瞬间变脸 立马胳膊一抬 直接把手机摔在地上 无良大妈却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回家刚进电梯就出现故障 吓得她赶紧联系物业 然而 不管大妈怎么求救 随着大妈不断惨叫 最后得到应有的惩罚 女人眼睛里竟然流出面条 而且越是伤心流出的面条就越多 并且因为这个超能力 很快成为富二代 这天安娜因为老板炒鱿鱼而伤心 然而哭着哭着 突然一根面条掉在桌上 难道房顶掉下来的 她疑惑地看看头顶却什么也没有 于是又摸了摸眼睛 难道是从眼睛里流出来的 女人好奇地捡起面条放进嘴里 没想到比一般面条好吃多了 于是赶紧又哭了一盘 端到奶奶跟前 奶奶只是尝了一口 觉得这辈子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面条 都可以拿出去卖了 此时安娜感觉机会来了 于是第二天带着一大箱哭出来的面条 在路边摆起了地摊 并放好自己的招牌 没多久便有路人过来购买 吃完后对女人的面条赞不绝口 面条很快就被卖完 于是女人躲在角落里继续哭 买面条的人络绎不绝 晚上回到家数着一落落钞票 女人开心地露出西班牙 想想昨天还为买一瓶牛奶纠结 今天便赚得盆满钵满 可看见销瘦一空的箱子 她又开始发愁 想再哭点出来 但是根本哭不出来 她试着光脚踢门 又看喜剧电影 就连父亲的骨灰都打碎了 还是无济于事 当看见跟了自己五十年的狗子 有个大胆的想法 随后把她带到深山老林里 狠心地丢掉狗子 紧接着驾车离开 在回家的路上 她无法承受失去爱犬的悲伤 忍不住哭了三天一夜 有了源源不断的面条 生意也越来越火爆 虽然面条里没有放任何调料 但是人们却觉得 吃的是人间美味 套着独门手艺 很快有个老板找上门想合作 想到自己马上成为有钱人 安娜痛快地答应下来 没多久 面馆开始营业 老板在前台忙碌地招呼美味客人 女人负责在厨房里做面条 沉浸在喜悦中的安娜 根本哭不出来 看到被自己丢弃的狗子 还是没有一滴眼泪 又看看自己亲手送走的奶奶 想起二人相依为命 女人瞬间无法控制自己 终于痛哭起来 面条也跟着流出来 安娜越是伤心哭出的面条就越多 简直就像瀑布一样 几秒钟便兼满一大盆 那么问题来了 能哭出面条的超能力 你想不想要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男孩不小心从楼上掉下去 还好他及时抓住栏杆 楼上男人想要抓他一把 可男孩还是快速掉了下去 幸好的是被床单拖了一下 小男孩紧紧抓住摇晃的天线 还好他智商250 用脚勾住电线 突然再次手滑 小男孩又掉了下去 幸好脚被电线缠住 男孩被悬在半空中 不停地大声呼喊着妈妈 而刚才妈妈被坏人打倒在地 现在还处在昏迷当中 此时男孩叫得更大声 还好女人被呼救声惊醒 女人赶紧拼命去够孩子 由于胳膊太短 即使用出全力 还是无法抓住孩子 这时螺丝松动钢管开始弯曲 女人急坏了 拼命地往外爬 钢管却再次弯曲 突然螺丝脱落 虽然小男孩再次幸运挂在半空中 女人却被眼前一幕吓得晕死过去 男孩距离地面只有几十米 情况十分危机 此时下面围满吃瓜群众 却只顾看热闹 突然人群里出现个光头墙 抬头发现悬挂的小孩是自己儿子 于是赶紧跑上楼想要救孩子 可倒霉的是 不管光头墙怎么按电梯 电梯就是没有反应 好不容易等到电梯 却被坏人一把抓住 没了父母的帮助 不知道男孩能否死里逃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在阳台上玩耍 否则掉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